七七九零三 宇宙船 戀人 第三集 Memory Mimo 我观察了今日朗这几天的状态都有一点奇怪 他经常说一些我完全忘记的记忆出来 但看他的表情又不像是乱说 但他记得的东西不要说我不记得 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就算我找回电话里的照片 我都找不到他所说的类似的回忆 但当我看自己电话的时候 我都见到有很多照片 明明是自己拍 但我都不记得了是何时拍 为什么会拍 到底是我失忆 还是日朗失忆呢 但就算是我失忆 日朗说的那些东西 和我看回手机里的内容 都真的有很大出入 如果那些照片是记录了发生过的事 那我和他各自的回忆 似乎都好像是没有发生过的事 除了那些照片 还有一件事我非常在意 前日我就已经发现了 我很喜欢那棵玫瑰变成了香日葵 我本来以为他买回来哄我 又或者是打烂了本来的棵花 但是他又好像一点都没有 那么奇怪 我和你玩过心理测验 有什么心理测验啊 好 听着了 在我给你的选择里面 选一个你认为最合适的答案 测验什么的 心理测验就当然是测心理的了 哇 真的麻烦了 开始了 你最近有没有早上起床 觉得精力充沛呢 选择A是有 B是没有 那也叫选择 快点选吧 呃 有啦 有没有喜欢做管理员的工作 什么叫管理员啊 看奸的那些 不是啊 就是管理很多东西的那些人啊 不是说不喜欢的 但多数都是我被人管理员 那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 喜欢 下一题 你最近有没有在冬天的时候手脚发冷 但是最近是夏天啊 那你印象中冬天的时候 有没有手脚发冷啊 很冷的时候会呐 最近有没有想到一些 坏得说不错的说话 这条你不用回答了 你一定有 喂 有没有觉得很孤单 没有一个人了解你 你喜欢病一定有 喂 有没有曾经想过做一个表演艺术家 一定有啊你 喂 那你填了都可以啦 你问我干嘛 定点你定点你 心理测验嘛 什么测验啊 还有多少条啊 我不知道啊 他说你预了40至90分钟 那么长 戏都看得到肚子了 你试试快点回答吧 那就不用回答那么久了 是非题有多难啊 那么头一半全部事后一半全部非 认真一点啦 哪有心理测验要认真玩的呢 这个叫做MMPI心理测验啊 他可以检查你是不是有多重人格的 我有多重人格吗 虽然你不像 但是我和你的记忆完全不同 你记得那些东西我都不记得 我记得那些东西你又不记得 那会不会是你有多重人格啊 我这几天都想说的了 那你不说 那我分不了是我记错了还是你记错了嘛 所以刚才我一直记下你的答案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记得我的答案啊 等一下 那如果我们两个都记错呢 如果没有一个的记忆是对的话呢 那我们会不会是一起有多重人格呢 如果我们两个都记错了 会吗 我认识的日朗会记错东西其实不奇怪 因为他本身都不记东西的 所以通常我说他记错的时候 他都会很少反驳 但是他昨晚说的那件事 我眼前这一对御手都证明着 他所说的内容 总有事是发生过 而我就没有了那些回忆 难道是我有人格分裂 我 得应该不这样的一件事 等一會,如果我們兩個都有人格分裂,那即是房子裡有四個人? 等一會,那我不是有兩個女朋友? 出櫃 等一會,如果你沒有多重人格,是我有多重人格,那我就沒有出櫃 那你出櫃,你一腳踏兩船 不是喔,但如果我們兩個人都有多重人格,那我們做多少個測驗都查不到 因為如果你是第二人格的時候,我又是第二人格,那其實我們是陌生人 蛤?又來?你不是又想分手吧? 我何時有跟你說過分手? 你經常都說的 有嗎? 你看,你自己完全不記得 唉,不過這時候我真的分不到你不認,還是不記得 那即是你認識那個我,是會經常跟你說分手? 是啊,但你這幾天沒有 我認識那個你,是會不記得所有東西的 怎麼可能呢?我才是記的那個,說好的嘛 你負責保護照,我負責記事 我們有說過嗎?你不保護照怎麼記事 甚麼?你會不記得,所以你才保護照 我硬不記得都不會不記得這個 一向合照都你拍的 是嗎? 是啊,我電話也沒有照片 蛤? 不用怕,我們對一次我們記得的東西 那我們就知道發生甚麼事了 比起我們到底是誰才有記憶出錯 我更加在意的是,眼前的她,性格和平時真的很不同 是嗎?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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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會怕麻煩 直接認好所有臭小子 這個一直都是我們相處的方法 我面前的她 竟然這麼有條理地 跟我分析整件事 還說自己會記得所有事情 無論怎樣想 眼前這個人 都一定不是金日朗 但是 如果我都不是明月瑤 那我還怎樣才知道 日朗是不是日朗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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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回憶有這麼多不一樣 而我們是透過回憶 去了解對方是那個什麼人 有沒有錯 是啊 那如果我們知道對方是個怎樣的人 就算我們回憶有點不一樣 那我知道 你是什麼人 即是說我們還是那個人 就算回憶有出入 我們都可以一起去找答案 那也不用太害怕 對不對 但是怎樣才知道對方還是那個人 那我想真的要做你最喜歡的 還想聽完下去 快點訂購上台節目重溫 收聽完足本版的宇宙船廣播劇戀人 繼續體驗星象逆轉 人力失衡的愛情感覺 同時還可以重溫其他上台精彩節目